歡迎大家回來第44集 只要有電影 上一集我們就開始講奔口龍界的電影 就是Drive my car 由於是三個小時的電影 蝙蝠相當長 所以故事發展其實是有點長的 而且複雜的 所以上一集都花了幾長時間 講究竟故事的大綱 或者人物是有什麼人物 在這個電影裏 奔口龍界除了村上春樹的文本 再介紹了另一個 在舞台劇中一個很重要的經典作品 就是 凡尼亞求求 Uncle Vanya的文本下去 一直是互相穿插著的 好了 為了這樣說 這個戲我覺得再進一步 顯示出奔口龍界的幾個 真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特色 首先是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人 當然我們知道 作為一個劇情片 一定是講故事的 但是似乎 他尤其是在這部電影裏 說的故事是特別多的 首先當然就是 《村上春樹》本身這個 短篇小說的故事 故事都是說 男主角怎樣 在開車的過程裏 發展了他本來負責幫他開車的 一個女司機的一段關係 但是透過這個關係 他幾乎每一個人物 都有一個分別的故事 而且甚至幾乎 他的重要人物 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以讓他們說他們自己的故事 《Drived My Car》本身 村上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Uncle Vanya更加是 而且那個《比重》 上次你也說過 幾乎佔了差不多整個電影的一半 另外一個故事很重要 就是男主角家福 和他老婆 他老婆叫做音樂 音響的音 兩個人做愛之後 開始 narrate 是一個他們創作出來的故事 這個故事有點像 重慶森林裡的王妃和梁朝偉的故事 但實際上 如果有看過《村上春樹》的小說 其實這個故事也是《村上春樹》的故事 重慶森林也是受《村上春樹》的影響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 其實他的身份 就變成一個女生 即是他的身份 就變成一個中學生 因為他暗戀另外一個男生 所以他就趁著這個男生回學 然後他父母都不在家 他就潛入這個男生的家 每一次他就放下自己一些東西 就收起來 放在一個男生那裡 又在一個男生那裡 又拿走一些紀念品 他在一個男生那裡拿走一些紀念品 就是很簡單的一些東西 可能一些文具 一些擺設 但是他留下最初就沒什麼 但是林拉米越流就越大膽 就試過甚至留下自己的底褲 就放在一個櫃桶那裡 其實故事創作到差不多到這裡 就沒有繼續創作下去 這個故事的後半段 就交了給什麼呢 就交了原來跟阿欽 即是男主角的妻子 有一個婚外情的關係 那個年輕的男演員叫高規 後來就是有一段很長的情節 就是講高規是告訴家福聽 其實我跟你的太太 發生關係之後 每一次完事之後 都在繼續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發展到後來 是一個很血腥的故事 就是說這個女孩子 這個女中學生 就在床那裡 有一次在她家 在男孩子的床那裡自慰 當然這個情節又會想起 即是令我們想起這個 《墮落天使》裡面 李家欣的自慰 誰知道她在一個自慰的中間 就發現原來有人回來 這個懸疑其實就在男主角和阿欽那裡 就是結束了 原來這個懸疑就在阿欽和高規那裡 就繼續 原來出現的人不是這個男生 或者是她的父母 而是一個賊 結果她在一個過程裡面 這個女孩子就用一支筆殺死了這個賊 但是她之後就清潔自己之後就走了 就留下了一條絲在這個男生的家裡 到第二天她想在一個男生看到面的時候 她是confessed和自首 但怎知道發現原來這個男生好像若無其事 好像完全沒有事發生 她又很奇怪 一天是這樣 第二天也是這樣 到第三天也是這樣 她就開始再去這個男生的家 發現原來這個男生的家門口 就安裝了一個CCTV 但到最後都是一個mystery 這裡有一個故事 然後當然那個女司機叫做美名 也有她的故事 也都通過兩段的情節 她就先後說了她的家庭背景 她跟她媽媽的關係 和她為何會無端端 一個人隻身來到廣島 而且是做司機 中間是穿插了一個韓國的一對夫婦 老公其實是負責劇團的事務 一些統籌的事務 她太太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范尼亞舅舅的Cast 一個女演員 她原來是聽到 但說不到 一個雅的女演員 兩個人的溝通 純粹都是用手語 事實上戲裡面 也都大部分時間用手語 特別是Ending 即sonia 即unclevania裡面 Sonia最後那段很長的對白 全部是用手語打出來的 所以你看到 奔口龍介很喜歡說故事 但當然這些故事全部都有趣 而且她說故事 她純粹是用對白說出來的 因為這些故事充滿了趣味性 甚至是相當奇情 甚至大家自我看 有sex 有violence 有murder 有這些善情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她純粹是透過對白 甚至她那些演員說這些故事的時候 都沒有說加鹽加噪 或者是微飛色舞 都是用一種比較平淡的方式說出來 所以又抵消了故事裡面的那種善情 或者是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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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一些很stylized的處理 很多長鏡頭 不動 面後都看不到 它就會在很貼切很適當的時間 都會轉換鏡頭的size 例如在dinner table裡面 剪接或者安排人物的動作 一些細節都豐富 所以這件事慢慢形成了很獨特的技法 另一件事就是 這些故事的交替 慢慢帶出了人物的關係 衝突 而且因為這次有這麼足夠的篇幅 你就看到其實它是 過程裡面是很有步驟的 只是舉一個例子就是 家福和司機美鳴之間的關係 即是它是很有耐性的 最初兩個人是一言不發的 沒有交談的 純粹是說家福坐在後面 然後美鳴就駕駛車 一直都沒有對話 然後那個聲音 不只是播放著那個錄音帶 就是他太太和他錄的 即使美鳴在駕駛車 即使美鳴在駕駛車 家福都會是 Fill in the blanks 即是在 美鳴的對白部分都會讀出 對白 直到有一次 那對韓國的夫婦 請家福去她家吃飯 然後美鳴也進去一起吃 而是透過家福木島這一對很恩愛的夫婦 而且甚至是因為那個妻子她是雅的 而那個丈夫是對她一見鍾情 甚至是為了他們之間的愛 為了愛這個女人 她就第一當然是會學這個手語 第二甚至她有機會來到日本發展的時候 她都決定要帶這個妻子過來 那個妻子就做了一個演員 那兩個人的關係是一種很Hermonious 一種很深情的關係 透過無言的溝通透過眼神 就令到家福是有一個很大的 但一個很大的感慨 因為當時她的太太已經死了 而且死之前她很清楚大家 那個關係 她知道太太很喜歡她 很愛她 她也很愛太太 但是大家都有所隱瞞 她太太就隱瞞著她 跟很多男人發生關係 她又隱瞞著太太 就不會揭穿這件事 她也不明白為什麼太太要做這件事 雖然她接受一個女人可以同時喜歡很多人 甚至她很害怕 揭露了真相之後 她們兩個會分開 她會失去這個女人 但是這次的聚會 也很明顯 這個美鳴也有少許體會 雖然她是一個未婚單身的女生 也很年輕 後來你看到她 好像不太有興趣 她們的談話 而轉為和韓國夫婦養的狗 一起玩 但她們上車之後 第一次就是所謂 Break the ice 兩個人是第一次有溝通 第二次再多些溝通 其實就是這個家福主動說 說到來了這麼久 其實都沒有到處沒有去過 不如你帶她去一些地方 然後才說美鳴怎樣帶她去看一個 垃圾的處理 就是用化學來處理垃圾的一個工廠 之後在一個提案那裡 兩個人更進一步有一個談話 第三次就是高規 就是那個年輕男演員 向家福透露她和她的妻子 那種很私密性的關係 甚至是說其實你和老婆 發展的故事在我和你太太完事之後 繼續發展的 其實這些所有的對話 美鳴都聽到的 很有趣喔 在這一段的情節裏面 一直這樣說 兩個男人在這裡說 說一個最坦白的一個交代的時候 這個奔口龍界的鏡頭 是一個鏡頭都沒有給過美鳴的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很想知道美鳴 聽到的反應是怎樣 還有也覺得未必很合理 但有點不自然 這兩個男人在這裡說到一些這樣的題目 說到一些這樣的私隱的時候 就當前面那個女生是死的 當她是隱形的 但我再看第二次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重點是放在哪裡 原來重點就是 第一其實如果沒有提案那場戲 就不會有這樣的處理 因為在上一場戲的時候 其實兩個人已經不單止破壞了 而且兩個人對大家 都好像有多一點的了解 或者多一點的信任 所以在第三次 高規跟家福說了這些私隱之後 她下車之後 就是美鳴說了一句很重要的 她就說 我覺得高規不是說謊 我覺得她說的實情 我覺得她不是一個 特意是說你激你 這件事就令到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又再拉多一齊了 然後就出現了 我覺得這套戲裡面 我最深印象 和覺得最美妙的一個鏡頭 就是美鳴開始吃煙 然後家福自己也吃煙 其實家福之前已經交代過美鳴 就是你可以在車裡等我 但是就不能在車裡吃煙 因為她很疼愛這輛車 而且真的很愛這輛車 結果她主動給美鳴去吃煙 然後她自己也吃了煙 有趣的地方 她選了一輛車 原來是一個開篷車 她們倆打開了一個天窗 然後把吸煙的時候 就伸了一手出去 即是敷完一口煙就伸了一隻手 在車頂上 然後她還有一個top shot 然後兩個人同時 看到兩隻手就伸了出去 即是拿著衣衣 伸了出去的車廂 那我就覺得這個鏡頭 第一 那個設計是沒有想到 第二 就是這個 開頭不升 但到最後 兩個動作同時升 這個就是一個 顯示到兩個人的關係的演進 沒有一個過程 其實去不到拉美 美鳴是家福主動提出 因為她沒有辦法決定自己要不要去飾演 這個范利亞求求的角色 而是要求美鳴是載她去她的家鄉 即是載她去美鳴的家鄉 去看一看 然後中間的過程裏 讓她多些長時間的思考 而結尾就是在雪山底下 即是美鳴的家鄉底下 她的房子以前被地震摧毀了 現在都看到屋的殘骸 所以我覺得這個關係的演進 真的寫得相當之勢利 而且非要有這個篇幅 都寫不到這個關係 這個其實在第二次的時候 我才發現這個結構 另外她更加複雜的東西就是 當然她的主線也是一個家福 這個角色 和她的妻子之間的關係 但是她們兩個人都是從事戲劇 一個是電視台編劇 另一個是演員兼加舞台劇 演員兼加導演 大家都好像通過她們的表演 通過她們的劇本 其實都是一種逃避 或者某時候 很多時候是把她的情感 投射到這些戲劇作品 所以當她們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當她們 在戲劇的時候 在表演的時候 她又沒有辦法 有時候就要面對自己 因為那個戲劇的處境 有時候就是一個 她真實的處境的一個reference 或者有一個相近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次 阿家福是演出這個 梵尼亞叩扣 而她飾演梵尼亞叩扣的時候 即是那一刻 她有一個時刻 在舞台上高她有些激動 然後她就走到舞台後面 但是進到舞台後面的時候 其實就看到她內心 突然一種很強烈的洶湧 太過入氣 即是好像不能自我 不能自己 也是因為這樣 我相信是解釋了她後來 她是不敢再做Uncle Vanya這個角色 因為她怕自己 接受不了這種情感的起伏 或者情感的衝擊 同樣她妻子也是 其實是透過一個 偷偷摸摸的行為 滿足了她自己的一些性的幻想 然後到最後 是產生了一種悲劇的結局 這個其實 後來我們才 在很後才 由家福的口中 覺得 原來可能太太 她要逃避的是什麼 她要逃避的其實是 她的女兒的死亡 因為她的女兒的死亡之後 令到兩個人都不知道怎樣面對 大家都有些逃避 這個透過她的舞台 遃避了 但這個她遃避不到 初頭 但當她再開始編織她的故事 她反而就投射到了 甚至她的投射 不單止是這件事 甚至是她跟很多不同的男人 發生關係一樣 所以那個偷偷摸摸的行為 其實是跟她 跟不同的男人去偷情 我覺得是有一個比對的 至於其他 那些參考 因為越講越複雜 但我們試試下一節 再詳細再 elaborate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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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